今天主要我們其實達詢的重要的重點 還是在勞動部的林美珠部長 請問林美珠部長今天為什麼沒有來 部長有請假 部長非常的奇怪 整個在一粒一休後續的處理 無論面對媒體 在勞資溝通的過程當中當神隱少女 當時說一粒一休是一個進步的法案 一個好的政策 蔡英文總統出國去了 林美珠部長重要的法案 說他身體不舒服請假了 到現在還不敢面對一粒一休 要打算再休之後 難道不敢面對立法院的檢視嗎 我再一次提醒行政院再一次提醒勞動部 如果這一次打算一粒一休再修法 如果接下來還是用粗暴的方式 用行政跟立法權的多數 來用暴力來去處理這個法案的話 後續整個民進黨政府絕對會受到後續的哭國 這是以上我給你們的建議 也請部長不要再當神隱少女 醜媳婦終究要面對公婆 來我請廖次長 好廖次長 過去一粒一休的修法 是說台灣是過勞之道 我們要想辦法落實週休二日 我們要想辦法降低總工時 以降低總工時為最大的前提 讓勞工有一個比較好的休息 但是我問你今天是你背棄了勞工 還是勞工背叛 你那邊兜了老半天 我還聽不懂你到底回應我的是什麼 是 我再講一下 是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你跟過去你堅持的 勞權的理念完全不相同了嗎 謝謝委員對我個人的指教 我會記得 我對你過去對於勞權權益的爭取 我非常敬重 我也非常尊敬你 是 請委員讓我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法案 在預告階段 所以任何人 任何團體 不論是團體或各界的聲音 這個都在我們預告階段都會收集的 所以我們尊重這個團體 這個勞團的聲音 因為是在預告期間 所以我們對於他修法的 對我們修法的意見 我們會收集下來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是在預告階段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 預告未來還有機會做修正的空間 你不會背棄勞工背棄這麼遠 還有機會修正回來嗎 我只能講 我只能 我再提醒次長 在現場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希望連續上12天的班 如果不是低薪的話 如果不是為了賺錢 在現場我們哪一個人 願意連續上12天的班 你願意連續上12天的班 如果沒有薪水的問題 你願不願意 我講一下我們這個36條的修法的版本 是前提之下還是 原則還是之前的現行的法 做六修一不變 然後只是說我們在 你全面的 全面的鬆綁七修一 你們現在是拿勞工想加班當藉口 把這個修法當作遮休部 我要提醒你不要再把勞工想加班當藉口 也不要把邊際勞工需要加班當成修法的理由 我剛才聽到你的專案報告當中 你講到兩個彈性 你不斷的講彈性彈性 講兩個彈性 我請問你當時一律一修修法的時候 你也說要彈性給資方 你現在說要給雇主彈性 不斷的修法 需要更多的彈性 這個彈性 到底是給勞方還是給資方 市長你這個修法是給勞方還是資方彈性 就如同我剛剛報告所講的 比如說剛剛 你現在的五大方向 到底是給勞方彈性還是給資方彈性 其實勞方資方都有需要這方面彈性的意見出來